去年在 MCO 的期间 B&W Malaysia 推出了这个小改款的 5 Series 而我们在今天才有机会试驾这一款车型 所以今天我们将会带大家看一看这个 5 Series 改变在哪里然后加起来的感觉怎样 而且今天这一款是 B&W Malaysia 主推的 5301 车型 这次小改款 5 Series 的外观最大改变就是这个透灯组 在小改款之前它采用的是 B&W 祖传的天使眼设计 而这一个全新的设计风格则是跟 3 系列 G20 非常类似 非常的放胜 加上这个下面的保险杆 这个车型是 M Sport 所以它的保险杆也显得比较运动化 加上这个棱角比较分明 看起来整体非常的放胜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个设计的 5 Series 加上这个非常巨大的鼻孔让它看起来霸气十足 而且这个鼻孔它还配置了主动进气格栅功能 也就是说在某一些情况下这个进气格栅能够打开来优化车辆的风阻系数 还有帮助引擎还有电动机散热 达到更好的动力 在车尾的部分虽然这个尾灯的形状是一样的 但是内建的灯源进行改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3D浮雕式的LED光条非常的有辨识度 另外再重生一次这款车是 M Sport 的车型 所以它配备了双出排气管 还有19寸的 M Sport 轮圈 整体外观看起来非常的运动化 但是它并没有忽略一些方便的功能 例如这一个 脚踢式的电动尾门开启 打开了这个尾箱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空间貌似不是很大 平整性虽然好但是它的这个深度不够 所以我相信放一组高尔夫球具或者是几个行李箱都还是OK的 但是实际上它是别有洞天啊 你这个打开杖板之后 它下面其实还有一部分的空间可以让你放置一些体积比较小的物品 所以这个车尾箱空间并没有因为电池组的关系所以有太大的缩卷 不过也同样的因为如此 它并没有配置这个备胎 它给的只有这个打风机还有补胎机 不过基本上这种欧系的车款都是这样的 电动尾门开启 电动尾门关闭 非常的方便 打开了引擎盖之后 它有油压顶杆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边左右两侧 有这个铝合金的拉杆来提升车辆的操控表现 所以在引擎的部分它采用的是2.0公升的低功率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184PS 峰值扭力300Nm 匹配了这个变动机之后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可以提升到252PS 峰值扭力420Nm 匹配的变速箱同样的还是ZF的8速后驱自排变速箱 而且这一次这个5301拥有一个延续至3301的黑科技 也就是Extra Bush 在运动模式下这个模式会自动打开 它可以把最大马力提升至292PS 但是只可以维持10秒 在这个模式下它的0-100加速表现为5.9秒 加速非常非常的凌厉 至于它的存电行驶里程呢在充满电的情况下 可以维持42公里到60公里 如果是一般市区驾驶的话 这样的存电里程啊其实已经足够应付了 内装的部分基本上是维持小改款之前的风格 只是在一些细节上面进行的改良 你可以看到这个中控来采用的双色搭配 就是黑色跟着一个棕色 而且这边有这个 立体浮雕的这个饰板 它是真的有这个隔温的 所以你可以听到是有声音的 接下来就是这个 电子排挡杆 并没有采用新式的电子排挡杆 还是这个传统的大鸡腿 然后 这个数位化的仪表也升级了 变成跟三系列G20一样 它可以显示的资讯非常多 包括了这个iDrive 7.0的导航显示 都可以直接在这个仪表中间显示啦 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 另外这个主机从原本的10.25寸升级到了12.3寸 世界效果很出色 很宽 而且支援无线的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也就是说你的手机不需要充电 你就可以在上面使用你的手机功能 另外一点就是 这边下面 有这个无线手机的充电机座 不需要充电线 把手机放下去 就可以充电了 然后整体的布局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的人性化 只是有一点点不满意 这个中间的触屏 看起来很酷炫 但是实际上你在开车的时候要调整这个风量 其实是很难 忙操作的 所以好看跟使用 二选一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另外这次这个5301呢它是内建的这一个 氛围灯的设计 这个氛围灯不只是让你看起来好看而已 它还有警示的功能 例如说你切换到低档之后你开门 在门边的氛围灯就会变成红色 而且会一直闪烁 提醒你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举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贴心的小功能啦 5301的后座呢 它的门板同样有这个氛围灯的设计 然后也有这个 格纹的 饰板 然后加上这个皮革 整体的质感 真的非常符合它e-Segment豪华房车的定位 另外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让我是有一点surprise 因为这个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 你可以看到 我的这个腿部空间其实还蛮宽敞的 不过因为它是一个后轮驱动的车管 所以它必须预留这个传动作的位置 到后轮 所以这个中央鼓起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这款车不是他们建议做5个人 然后 后面只做2个人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打开 然后这里有这个 杯架等等 非常的便利啦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后面的冷气呢是独立的设计 而且同样的是双驱 也就是全面两驱后面两驱总共有四驱 它不仅仅可以单独的调整冷气的温度还可以调整风量 这个我觉得这种是 豪华的e-segment行政房子必须要有的配备啊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而且 按键的质感都还不错 坐在后面的话蛮写意的 而且如果天气热的话 它还有这个 手动的遮阳帘帮你遮一遮太阳遮一遮光 然后这个BP 热之后这边还有一个粗风口 所以 完全不需要担心坐在里面你会很热 BMW 5301 的 PHEV 系统是我开过最好的 PHEV 系统之一 因为不管是从油去电或者是从电去游 你完全感受不到那种突兀 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豪开 而且它的八速自排变速箱非常的流畅 开起来真的是行云流水 而在你需要更强大的动力的时候 油电一起处理你可以感受到它非常猛爆的加速表现 所以它才会有5.9 秒那么快的加速 而至于它的悬吊表现 则是比起小改款前的 530i 还要进步不少 首先就是这个悬吊变得比较软了 它可以很好的西周道路上的碎震 至于 530i 则是会有比较弹跳的表现 所以可能会导致后座的乘客舒适度不佳 这个 530i 悬吊的柔软程度是我喜欢的 而且它柔软之余又不会有太大影响操控的状况 在弯道的时候你甚至不会感觉到它有很明显的侧景 这个是我觉得这是 530i 做得很好的地方 另外一点就是这台车的方向盘辅助 非常非常的轻盈却又不损失路感 如果说是女生开这台车的话 其实也可以很容易的上手 整体开下来这台车的动态表现我是非常的喜欢的 可以兼顾舒适跟操控表现 重点是隔音也非常的好 这个是这款车很值得推荐的原因 BMW 530 E-M Sport 是这次BMW 马来西亚强推的车型 所以它的售价不到33万令吉 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可以考虑的 不过它也有一些缺点就是它的这个先进安全配备不是太丰富 基本上只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 当然里面我觉得最好用的是它的这个360度的镜头 它可以自由切换的不同的角度 甚至是当你在下斜坡的时候可能你的车底要磨到 它也可以自动切换到那个角度让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不过除此之外我还是希望它可以有像是这个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跟主动式定速巡堂等等的配备 毕竟这样价格的车款有这些配备 才比较有诚意嘛 好啦以上就是这一期简单影片的内容 我是Ivan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vibrания 我们下一次登场 按裤 毕竟